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 64岁的黄永峰从黑手工人变成生态志工的摄影家 30年志工生涯将兴趣变成志趣 25日将在七谷黑面皮路展示馆举办个人首次摄影展师地上美 分享他最爱的鸟类生态之美 盼启发一起守护这块土地生态保育 黄永峰曾是乘一场维修裁缝机 俗称真车的黑手工人 后来自己开店 30年前加入生涨团体的志工 对志工有兴趣乐在助人 16年前干脆转换人生跑道 担任专业生态志工保揽员 从事台南滨海后鸟生态调查 金屯抢救至今 从此爱上鸟类生态摄影 现在并是台南市生态保育学会的副总干事 黄永峰原队摄影是门外喊 但他说有兴趣就不怕难 透过自学 请义成了生态摄影家 记忆中 黄永峰曾为了拍摄罕见后鸟 躲在卫装帐篷三天 拍鸟也要忍受高温或天寒地冻 如此准备 要拍鸟拍到好照片 很多时候还是要靠运气 有次他在云林外海搭交罚 调查中华白海豚7个 盯着时机风出海 巨浪滔天 可说是捡了一条命回来 但生态摄影最大乐趣与成就感 就是拍到罕见过 进鸟像 逝中了大奖班 大红鹤 辉林变族域 长嘴 半御域 半婆域 全球仅仅千只的 若是玉丹 士兵域都被他收录在相机中 这次举办个人首次 诗地上美生态摄影展 黄永峰且滋滋的经条约 一百种候鸟的一百五十张生态摄影作品 来展出看诗地生态 候鸟生态之美启发大家对保护生态的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